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些微分方程的基础概念 微分方程就是含有导数的方程 比如这个方程含有导数dy除dx 因此它就是一个微分方程 而我们知道导数的写法不止一种 因此微分方程也可以写成右边这种形式 写成右边这种形式后 我们可以看到导数的最高阶为1阶 因此这个方程也被称为1阶微分方程 有了1阶当然就有2阶 比如这个方程中导数的最高阶数为2 因此它就被称为2阶微分方程 据此我们可以给出N阶微分方程的定义 注意到定义里对N阶有一个注视性的解释 这个解释是说在我们这个2阶方程里 即使去掉PY匹和QY 只保留2阶导数Y两写 它依然是2阶微分方程 微分方程在物理学中非常常见 比如我们熟知的牛顿第二定律 将加速度A表示为速度的变化率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微分方程 下面我们通过一道立体来了解一下它 假设一物体静止在水平面上 其质量为1000克 先收到一水平方向的力 其大小与时间呈正比 具体的可以表示为 F的绝对值等于2T 忽略地面的摩擦力 求物体的运动速度V 这道题比较简单 直接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写出公式F等于MA 然后将加速度A表示为速度的导数 接着根据题目所给条件 对公式中的F和M进行替换 那我们要解的微分方程 就是这个式子 然后稍加整理 在两侧取不定积分 最后可以得到速度V等于T平方加C 可以看到最后这个式子里 除了时间T还存在一个常数C 可不可以去掉呢 当然可以 注意到题目给出了一个初始静止的条件 也就是T等于0时V等于0 这样可以求出C也等于0 从而得到V等于T平方 这个例子虽然简单 但能帮我们了解许多微分方程中的概念 为了方便后面的讲解 我们将这个微分方程改写一下 将导数改变一下形式 写成V一批 再将等式左右两侧对调 这样方程就被写为V一批等于2T 下面来看看这第一排最右边这个式子 显然当V等于T平方加C时 满足V一批等于2T 又由于这里面包含一个代表任意常数的C 所以它也被称为方程V一批等于2T的通解 而在T等于0V等于0的条件下 我们得到的V等于T平方 被称为特解 这里用到的T等于0V等于0 被称为初始条件 代数上过了一遍概念后 我们再在几何上认识一下它们 首先我们看 这个微分方程告诉我们 速度对于时间的导数为2T 即各切线的斜率为2T 但光有斜率 我们是无法做出切线的 我们还需要知道切点的位置 假如切点为这个红色的点 那么它的斜率就为2 那么切线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而如果切点为这个紫色的点 那么它的斜率就为-2 那么切线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到底要经过哪个点呢 题目所给的微分方程并没有告诉我们 为此我们可以在屏幕上等距取点 并将它们都作为切点 做出直线 此时所做出的图像 被称为V1批等于2T的斜率场 根据斜率场我们就可以得到若干曲线函数 此时我们可以发现 个点导数为2T的函数不止一个 而它们的关系其实就是Y轴上的平移关系 表现在代数上 它们都可以用T平方加C来表示 下面加上T等于0 V等于0的条件 也就是函数需要经过00点 那么在这组曲线中 经过00点的曲线就是这一根 这就得到了特解 V等于T平方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通过微分方程V1批等于2T 我们得到了如下斜率场 通过斜率场 我们得到了通解T平方加C 再通过初始条件 最终确定这条曲线 也就是V等于T平方 是这个微分方程的特解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微分方程的几何意义解释完了 在看完了代数 及几何意义以后 我们来给出这些基本概念的定义 首先来看什么是微分方程的解 如果函数 Y等于FX满足微分方程 那么它就是微分方程的解 显然V等于T平方加C 和V等于T平方都满足微分方程 然后看第二个概念 通解 如果一个N阶方程的解中 包含有任意常数 并且这个任意常数的个数和阶数相同 这样的解就被称为微分方程的通解 比如这里 V1批等于2T 是一个一阶微分方程 它的解 V等于T平方加C里 含有一个任意常数 这时我们就说 T平方加C 是微分方程 V1批等于2T的通解 而如果微分方程是二阶的 比如这个方程 它的通解里 就包含两个独立的自由常数 C1和C2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通解不等于所有解 比如这样一个微分方程 它的通解为 Sine X加C 不过 这不是微分方程的所有解 比如 Y等于1 就没有被包含在通解中 这些没有被包含在通解里的解 被称为奇解 因为它不属于考验范围内的内容 这里就不展开了 说完了通解 最后来说说初始条件和特解 这个概念比较容易 用来确定常数C的条件 就被称为初始条件 比如这里的T等于0 V等于0 在此条件下 我们能计算出 C等于0 因此 它们就被称为初始条件 在有了初始条件后 我们最后得到一个 不含有任意常数的解 这个解 就被称为特解 比如最后这里得到的 V等于T平方 里面就没有含有任意常数C 它就被称为 微分方程的特解 好